抵受,受命无量愿主,受为彼徒教主,受命无量,国族佛事,受命无量,如法华社,山海会如来,受命无有量,移民众生国。 为什么要无量愿主?唯有无量愿主,才能度无量众生,所以受命不是自己要的,自己不要那是真无量愿主,为什么? 发神没有受量。 佛的发神无量,我们每个人的发神也无量。 发神跟佛是一一不是二。 大经上有一句话说,社佛三世佛,共同一发神。 不但是一发神,智慧得能。 多平等啊,多具足啊。 那么由此可知,此地讲的受命无量,是说什么? 说不好神啊,说硬化神啊,硬化神也无量啊。 啊,释迦牟尼佛在我们这个世界。 三千年前世界,诸诗八十年。 啊,怎么说无量手? 八十年是现身教化众生。 他在地球上, 无量手,无量手,我们不知道啊。 那十传里面有记载, 知迦达斯。 是释迦牟尼佛化神再来的。 有名言受大死, 善导大死。 是阿弥陀佛化神来的。 于是我们就知道了, 化神 也没有生灭。 众生语言成熟了, 他就信了。 众生语言净了的时候, 他就没有了。 你看,他为谁? 为众生。 啊,众生真一想他, 他就信了。 众生把他忘掉了, 他就不见了。 随时在啊。 所以, 愣眼睛上所说的, 荡处出身, 随处灭尽, 说得太好了。 你有心愿求他, 他就先去。 你没有心愿守, 他就不见了。 那我们有心求他, 他为什么不先去? 我们先不亲近。 要亲近心求他, 马上就先去。 平等心的, 更不必说了。 那随向海仙老上, 他是真的不是假的。 什么时候想阿弥陀佛, 阿弥陀佛就先去。 那不想他就不见了。 为什么? 人家不但得清净心, 而得平等心。 你看, 对人对四, 没有分别好坏, 没有分别人骨, 平等心。 清净心是阿罗汉, 平等心是菩萨了。 他没有一点私心, 对什么人都欢喜, 对什么人都爱。 都劝道人好好念佛, 成佛是大死, 其他都是假的。 这是老和尚的真言。 诚实语, 是真话, 这不是假话。 我们要尝尝记住。 老和尚往生, 极乐世界在哪里? 我说过, 极乐世界, 无处不在, 无始不在。 所以, 往生极乐世界, 这些菩萨们, 到达极乐世界, 花开见福, 就得到阿弥陀佛, 本愿为神加持。 他有能力, 在变法界学空间, 上求下话, 上求, 是礼佛, 供佛, 文法, 下话, 就是应激教话, 帮助一切有缘众生。 那么他就有能力, 先报神, 先应神, 先化神, 就有这个能力啊。 我们也第一天也晓得, 祝佛菩萨没离开过我们, 我们被离, 祝佛菩萨。 这是四世真相。 我们用妄心被离了, 我们用真心就见佛了。 什么是真心? 放下其心动力, 放下分别执着就真心。 我们其心动力放不下, 为什么? 太威戏了, 自己根本不知道, 这叫无名。 分别执着之道, 分别执着养成习惯, 所以分别执着放不下, 放下执着整个乱骨, 放下分别成菩萨了, 天台别教三千菩萨。 阿尼陀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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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4